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Tiger最近在逛论坛的时候,发现有不少人在说同一件事 那就是K,武林即将停产 Tiger对这个论断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毕竟K,武林发布不到半年 而且其销量一直要领先小米的其他手机 小米应该没必要对其停产吧 不过,Tiger去小米官网看了一圈 发现K,武林确实存在着多个地区 暂时缺货的情况 似乎停产也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武林K,武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Tiger认为最可能的一个原因 在于武林K,武林抢走了小米其他手机太多的市场份额 换句话说就是,小米或武林的其他手机 在武林K,武林面前似乎都缺少一点性价比 就拿小米最新发布的小米12S和武林 最新发布的K,武林至尊版来说吧 Tiger觉得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 大家更愿意购买价格中等配置够用的手机 而不怎么愿意购买价格高昂 配置也超高的手机 因此,和红米K,武林相比 这两款手机的销量确实不咋地 下面,Tiger还是按照老样子 带大家看看为什么在K,武林面前 小米和红米的旗舰机显得那么没有性价比 先来看看无论是小米12S还是红米K 武林至尊版都比不上K 武林的一个地方,屏幕 作为一个在2K价位的手机 红米K,武林的屏幕是2K分辨率 而且还拥有着钻石排列 峰值亮度1200nit亮度 低丝调光效果显著等众多高价手机才拥有的配置 反观K,武林至尊版 虽然全屏激发亮度都超过了900nit 但分辨率确实仅有1.5K 而且是化线和天马两家供应商会有 能不能抽到好评就得看运气 而小米12S就更加离谱 4000元的价格用1080P的屏幕 虽然雷军曾表示2K屏幕耗电 部分用户在使用时也会关闭2K 但是有句老话说的好 我可以不用 但我不能没有 而在芯片方面 小米12S和K,武林至尊版 都用上了最新的骁龙8家芯片 作为目前安卓阵营中最灵机的芯片 K,武林则是今年上半年的神用 天机8100 虽然天机8100 在性能上不及骁龙8家许多 可在移动端芯片CPU能效排行中 天机8100的排名 比骁龙8家要高 甚至高于苹果的A 15芯片 这意味着在中等负载 也就是日常使用的情况下 搭载天机8100芯片的手机 可能会比搭载骁龙8家的手机还要流畅 温度也更低 但这仅限日常使用档和轻度游戏档 若是重度使用档或者重度游戏档 骁龙8家芯片更适合你的使用 不过Tiger相信 大部分手机用户是前者 所以红米K50更适合大部分人的使用 在续航方面 小米12S则延续了小米数字系列的小电池容量 仅仅4500毫安时 这些电量放在目前的手机市场来说 仅仅是够用的程度 充电最大功率也是目前的平均水准 67瓦 红米K50至尊版则延续了红米的一贯作风 应用了120瓦的快充 并配备了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 日常使用一天基本没问题 虽然红米K50仅有67瓦的快充 但是电池容量达到了5500毫安时 充电虽然慢了 但是续航久了 对于特定用户来说更有吸引力 在手感上 作为小米旗舰机手机 再配上白色边框 加白色一支磨砂玻璃 小米12S的手感 可以用温润如玉来形容 而红米全系因为塑料边框的缘故 手感上一直不太横 不过大部分人使用手机时 要佩戴手机壳 手机壳便能让温润如玉的手感 变得平平无奇 在影像上 红米K50确实不太行 虽然主摄带防抖 但是MX582这款CMOS拍出来的照片 能看是能看 只是不怎么好看 当然 用来扫码还是可以的 反观小米12S与莱卡联名 除了有莱卡专用的力竞之外 CMOS也用上了索尼IMX707 1 1.28超大点 虽然 红米K50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 但一看到价格仅2000出头 那些缺点都可以忽略 而其他两款手机的价格 一个在3000元 一个在4000元 有些配置还不如2000元的K 50 说到这儿 是不是就明白 为什么红米K 50会停产了吧 也难怪K 50在618期间的销量 仅次于iPhone13 高居安卓阵营销量第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了订阅关注Tiger 我们下期再见